入重睡影,也棉树床枕,七家友人,与彼睡时, 刀链种米,切梦中,闻众刀声,别作他物,回味记骨,回味状中, 寄于梦时自怪其中,为牧师想,在前边是燕声之性, 一按这个中的声,知道这个闻性是应该不生不灭的, 这个闻性如果它要灭了,就不会再闻了, 你这个状中续响,仍然继续听见, 可是闻性没有是生灭,有生没有生,这个闻性都是存在的。 那么现在,再给举出了一种的晨虚的事, 来证明这个闻性是不生灭的。 入重睡,就像睡得很重。 我们叫重睡,就是你叫它也叫不醒,它睡着了, 有什么动静它也不会醒的。 可是虽然不会醒,但是它这个闻性还是存在的。 有什么声音呢? 不过它有一种错角而已,有一种错角,角的错误。 这个错误并不是这个闻性的错误, 而是这个第六意识,这个独头意识,它发生一种错误,错误的感觉。 绵,熟,窗枕。 这个绵呢,就是躺到那个地方,熟,睡的,很熟的,很熟睡的。 很熟睡也就是重睡,在这个床枕上呢,睡的。 嗯,什么事情也不知道,去家有人。 在他的家里边呢,就有人,与笔睡时啊。 正在他睡觉的时候,倒链种米。 倒链呢,就是用这个在古来的方法, 将洗衣服。 将洗衣服啊,有一块,这个底下有一块,这个锤棒石。 在中国啊,在我小的时候还看见这种东西。 拿两个棒锤,这棒锤是木头造的。 乒乓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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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乓,这么把这个石头。 把这衣服啊放到这个地方。 衣服啊,用到这个姜粉。 用到这个姜粉。 然后在这一打,一打,他就光了。 看着很好看,并且又容易洗。 这叫捣链 种米 他知道六祖大师 在黄梅那个地方 种了八个月的米 就是那个种米 种米用这个队 用这个队 用脚这么一踩这个队 手也扶着脚这么踩 这个队就可以把这个米 那个骨 皮子都可以种去了 这是中国这个老法子 印度大要也是这个老法子 他们也都很知道的 所以佛那时候 也举出种米和锤棒锤 来做比喻 啊 其人梦中 这个人呢 就睡觉这个人 其家有人呢 就是另外的 这个他家里他这个人 啊 梦中 文有 道圣 文重道圣 他这个在梦里边呢 文呢 就有种米这个声 又有啊 吹衣服这个声 啊 别做他物 可是在梦中啊 他睡着了 听是听见有声音 但是可是生了一种错觉 啊 他别做他物 他就做了一种旁的东西 做什么东西呢 回味既鼓 回得呀 他听着好像既鼓似的 回味状忠 回得呀 他又听着这个 种米 种米这个声啊 就好像壮钟这个声 寄于梦时啊 在这个梦里边的时候啊 自怪其中 他自己啊 就很奇怪的 为牧师想 啊 他说这个钟 怎么像木头啊 和这个石头的声音呢 啊 他因为在梦中啊 制有这个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啊 这叫独头意识 这独头意识啊 他在梦中啊 发生一种作用 发生一种作用 而梦人呢 每一个人做什么梦呢 都是这个第六意识啊 他做惯 他来支配你啊 做一切的这个梦 啊 那么 这个人为什么 他听着这个声音 就认为是钟声和鼓声的 本来也不是钟声 也不是鼓声 那么他就发生这种错角 以为是钟声是鼓声的 啊 那么 所以他说 哦 这个钟 怎么变成木头和石头的声音 这个声响的呢 他认为很奇怪 讲起这个梦 这个梦是第六意识 作怪 所以你在白天遇到什么警戒 遇到什么事 晚间呢 就会做什么梦 那么有的修道的人 也把这个意识啊 修的 他能 出旋入聘 怎么叫出旋呢 就是啊 从头顶上出去一个人 可以啊 到旁的地方去 可是这个警戒 并不是真的 这是一种阴神 阴就是阴阳的阴 神呢 就是这个 鬼神的神 因为他出去了 有一点 有一种支角力 就啊 就神了 以前有这么一个老道 这个老道啊 修行 很用功的 但是啊 他的脾气很大 一遇到什么事情呢 就发脾气 因为这个发脾气啊 这就属于一种称恨性 称 贪称痴的那个称 属于称恨性 他自己啊 就教得他自己有了功夫了 很了不起了 他能一睡着了就出神 这就是啊 就好像做梦似的 但是他自己知道 也记得很清楚 这个老道啊 就见着一个和尚 两个人呢 就论道 盘问起来 这个老道啊 说我们嘛 道教可以修成仙 成了仙 就可以长生不死 永远都存在了 你佛教啊 有什么本领呢 释迦牟尼佛都一样死的 阿玛道教的祖师爷 与老君 清流西去 过函谷关之后 就不知道什么 那种去了 就失踪了 可是一般人传说他失踪 其实他就上天了 说李老君上天了 所以道教的功夫啊 可以出拳入聘 这个和尚说你怎么样出拳呢 他说我躺着睡着了 就可以 到任何的地方去都可以的 说那好 你现在就睡啊 你出一个神我看看 这个老道就躺着就睡 一睡果然就出了一个神 什么神呢 在头上出了一条蛇 出了一条蛇 这条蛇呀 就从这个床上走到地下 地下走到外边 外边呢 到那个 一个很脏的那个水池子里头 去喝了一些个水 喝了一些个水呀 又顺着那个水池子走走啊 这个河上就用一个草叶摆到这个水池的边上 又啊 插上一个草 在这个地方 这条蛇一看这个草叶摆到这个草叶摆到就跑了 就往回跑 跑回来 喝喝得通声出一声冷汗 这个和尖问他说 你都到什么地方去了 你出神呢 他说我呀 我到天上啊 到天河那个地方 他看那个 一个不干净的那个水池子 他说是天河 他说是天河 上天去了 他说我到那天河啊 我饮了一些个天河的干露水 饮了干露水呀 我又往那边一走 我看见呢 我有一个金甲臣在那个地方站着 拿着一把刀 就要杀我 我赶快回来 那和尖说 哦 你原来如此 你到天上去来了 然后就告诉他 说我看见的情形和你呀 所见的完全不同 他说你一见到什么 他说我看见你呀 是一条长宠 一条蛇 从你头顶上出来 为什么出了一条蛇 你这个人大呀 平时啊 脾气很大 啊 竟发火 所以你的火性不化 变成蛇了 这个蛇心里也毒 你这个掺恨心呢 这就掺毒啊 会变蛇的 你到外边那个厕所 那个地方 那个厕所那儿又又食尿 又是那个不干净的水 你到那儿喝了 喝了很多 你以为那就是天喝水了 就是甘露水了 这个长虫到那儿去喝水了 结果我放了一个草叶 又放那个地方 一棵草 你以为这棵草啊 就是一个金甲成人 这个草叶呢 就是一把刀 想要杀你 你就赶快跑回来 又钻回你这个头里边去了 我就看见这个情形 这个老道一想 哦 这个岂不是所修的完全都错了吗 于是乎 就拜这个和尚做师父 跟这和尚去修佛法去 那么把以前的这种的功夫放下 人有的在这个梦里边说是会出神 这是属于一种阴神 这阴神呢 你要慈悲心 就是和你慈悲心 有慈悲心 和你这个人呢 样子是一样 如果你要是嗔恨心重 或者贪心重 那就不同了 不同样子 所以人呢 一念的称心起 八万丈门开 只要你有一念的称心 一念的发脾气的起 起了 八万的业障的门呢 都开开当中起了 这个老道啊 因为他称心太重了 所以就变成了 幸福遇了一个和尚 把他度稳过于佛法 大阳将来不会堕落舍神 于是服务 于是服务 还知 众因 自告 家人 我正梦时 悔此 众因 将为 苦想 于时乎 这个做梦 重睡这个人 重睡这个人 做梦 正在梦中 于时乎 忽然间就醒来了 这回他不重睡 大药 因为这个重迷的声音太大了 在吹棒吹这个声音也很响 他从梦中惊醒过来 惊醒过来了 团之重音 这个团就是很快的 很快 他就知道这个重迷这个音 不是这个重响 这个重迷 在中国有很多方法 有用水力的 有用人力的 在大雨山 我也有队 我也重过 不过重啊 有的时候重一两个钟头 就有其他人来替换 不是常常重的 在云门山大脚寺 就是虚老啊 在如园修造的那个大脚寺 那个寺院里他种米呢 就是用水来种 用水 利用那个水啊 流水的那股力量来种 不要人力去种 那个种的米 庙上自己够用 所有的附近的 这乡存呢 人也都到那个地方 去种 所以那很方便的 这个梦醒了 他就知道这是种迷的音 自告家人 他自己呀 就告诉家人 我正梦时 说我刚才 我睡觉这个时候啊 睡觉我就做了个梦 梦什么呢 回死重阴呢 啊 做梦的时候啊 就有一种错觉 错觉啊 就嚼得啊 一回就 就变了 就一有了错觉 就变了不明白了 不明白了 就把这种 这个钟迷的 这种音声啊 讲为古响 啊 我就以为它是古响 前面呢 说是钟响 这个是说古响 这一样的 这个钟也就代表古 古也就代表钟 这没有什么大的关系 所以啊 我以为是古响的 这个经啊 咱们讲经啊 要把这个经文呢 看活动起来 不要看着死死斑马 这个讲经就讲它那个梨 你把梨啊 通了 它那个文艺上的 那个文字上的 有多少出入都不要紧 恶难 是梦中人 其意 静遥 海壁通塞 其行 随美 文性 并不婚 若难 你明白不明白吗 你现在明白不明白呢 是梦中人呢 这个在 做梦的人 这个做梦的人 不知道是谁呢 不知道是不是你 是不是我 是不是他呢 其意 静遥 他其实啊 还记得 现在是静啊 或者是动啊 这个遥就是个动 他 在梦中 他还记得 这个动静吗 和这个 开闭吗 他还记得 这个通塞吗 在梦中啊 他没有这种的分别心咯 没有分别 只是静遥 开 和闭 是通啊 是塞 没有这些个分别心啊 其行 随美啊 他这个身行啊 这个星体 随然 睡觉了 文性 不婚啊 他这个文性啊 并没有婚 没有婚尘 这个文性 并 并没有啊 断 他这个文性 在梦中 他这个文性 还是依然存在的 那么 依然存在 他为什么 听见 这个众迷的声 和这个 吹咐的声 他认为是中骨呢 因为 在他没有睡 平时啊 他听 叫得有响动的声音呢 就是骨啊 和中了啊 啊 这种声音 所以啊 他在梦中啊 就把这个 骨啊 中这种声啊 因为在他八十田里头 他就现出了 这大概是骨响 是中响 就生了一种挫脚 我们这个 所有的人呢 有这一种颠倒的情形 也就像在梦中啊 把一切 这声音呢 都 脚叉错误 脚叉错误了 所以就生出一种颠倒的想 啊 就像方才 所讲的 这个道是 这某某道长啊 这个道长啊 老道他们都叫道长 不知道 怎么样道长呢 他 以为他出神呢 到天上去 喝天喝水去了 谁不知啊 喝的是厕所 那不是 人家的小便 就是大便 啊 你说这个 要是他一 一知道 这个情形呢 他要不做 不做偶 那才是怪的 啊 他要自己明白啊 是吃的大便呢 和小便呢 啊 他一定会做偶的 不过当时他不知道 所以就像那狗吃屎似的 也就随便地吃了 啊 所以 这个 呃 当时他没有想 他吃了 他吃了 也就叫 叫得得其所在 得其所在了 啊 饱 醉饱而归 他叫这 到天 到天上去 赴这个 呃 饮天喝水 这等于赴宴一样 等于有人 请 请客一样 啊 这都是一种 错觉 总如 星宵 命光 勤兮 慈性 云和 微如 小年 这个 前面呢 对于大文 说的 身体 虽然睡觉 可是你这个 文性 并没有睡觉 他没有昏尘 没有啊 睡觉 总 这是啊 讲梦啊 在梦的时候 这个文性不断 是永长的 不但梦的时候 不断 就是到死的时候 他也不断 所以说 总辱星宵 就是你这个身体 身体 死了 没有了 命光 前泄 你这个人 命光啊 就是这个 生命 你这个 生命啊 也断了 生命 没有了 前 这个命光啊 生命并不是 一定就 断了 就是 这个人死啊 这个命光 前泄 这个 生命啊 又前到旁的地方去 就好像啊 人住旅馆 似的 这个旅馆 这个房子坏了 又搬到另外一个旅馆去 另外一个店里去 这叫牵蟹 在这儿啊 蟹了 这蟹就把这个曲窍 不要了 这个身体没有了 又另搬到旁的地方去了 此性云和 这个文性 你这个能闻的 这个文性 云和 微辱 消灭 它怎么能会跟着你 一起就 就没有了呢 它不会没有的 就是 死了 这个性 都不会断的 我会想要 什么事